今天给大家唠唠借徐晃啊 这个武将牛逼的 杨士局局长的经验突破 说实话 我之前不怎么喜欢徐晃这个武将 林包出来之后 就徐晃 我就觉得他是林包里面最唠的一个 也没啥设计感 就是和冰箱村段绑定在一起的一个武将 纯纯的给别人贴冰箱村段 折磨别人啊 当初树霸牛逼的时候 选过徐晃出来制裁一波还是挺正义的 其他情况下 这个武将就真的没啥意思 挺别扭的 所以说这个武将的经验突破修改技能 不是很好修改 先看手杀的戒徐晃 断梁呢 加了一个你对手牌数 大于等于你的角色 使用冰箱村段无距离限制 这个描述啊 一般情况下 肯定是比以前那个 只能对距离二以内的角色冰枪 因为你徐晃的用牌能力还是可以的 能很快的把自己的手牌数压低 然后更好的贴冰箱村段 但是很多时候呢 咱冰人啊 就是冰那些完全没有手牌的角色 对不对 一冰冰重 然而活动内还没有能处发的技能 那你阵灵就直接废了 就这个时候确实是见不住标的 不过这点不关键 关键是二技能杰姿 昨天记 一名前下角色跳过木牌阶段后 你摸一张牌 那这个技能就是一个很扎实的 给徐晃摸牌的技能 只要场上有人摸不了牌 那我就能摸一张 配合自己一技能嘛 自己牌冰出去了 冰重了 回来又能回首一张 这是一个很好的良性循环 单挑的时候非常强 但是有个问题啊 就一旦你兵不中 负反馈就拉满了 心态就有点崩 收益差得太远了 三四张排查呀 总来说这个改动算是一个小改吧 本质上还是那一套玩法 上来当一个工具人兵一兵 没啥意思啊 自己也没啥玩的 还很破坏人家的游戏体验 但是徐晃这个角色底层逻辑就这样 没办法 关键来看 昂赖戒虚晃的改版 这个改版还是有那么一点说法的 首先断粮呢 直接就是可以随便兵了 如果你未造成过伤害 你使用冰浪寸弹无距离限制 你先兵嘛 然后打伤害 打不了咱就专门空空场就可以了 要清楚自己的定位 选择自己合适的赛道 选择比努力更重要 二技能节肢呢 就大变了 一兵角色 跳过木牌阶段后 你可以另一面角色摸一张牌 对 就单这一句话就加强了 以前只能自己摸 这你想给谁摸就给谁摸 但与此同时呢 我们借许晃还多了一个标记 这个标记不简单 Online的很多设计都是懂得逆想思维的 我许晃 也没必要非是坑别人 断别人的梁 我把敌方资源给自己方也可以啊 对 就你选定名角色后 他如果满足这个条件 他可以不摸牌 获得一个标记 若其手牌数为全场最少且没有资 则改为另其获得资 有资的角色 与其摸牌阶段结束时 一去其资 并执行一个额外的摸牌阶段 也就是这个许晃 他在剥夺敌方的摸牌阶段 以前是破坏 现在我直接就是硬抢了 给己方连续两个摸牌阶段 对 那这个技能肯定是有一些配合的 就以前在玩什么 袁术 孙昊 鲁素 这些摸牌阶段多摸 然后回外裸奔的武将 见到许晃 心里面肯定就是不舒服的 生怕他来冰自己 现在不好说了 许晃既能克制我们这些摸牌系武将 他又能帮助我们这些摸牌系武将 这个就很巧妙了 你看看这配合孙昊一下 能摸多少张牌呀 22张啊 你这和其他人玩的是一个游戏吗 对 就这个杰许晃 配合一些特定武将非常强 这样的改动还算是一个良性改动 不是那么讨人厌了 OK 这是杰许晃真正的粮食局局长 你不能光说破坏粮食 你也要创造 零行无常 既行断粮 分其粮营 断其粮道 简禁皆知 惠则同袍 结地粮草 倚之袍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